啊 啊 啊 怎么了 干嘛啊 怎么回事啊 哎呀 你干嘛 大哥 你想干嘛 怎么啦 哎呀怎么怎么啦 我就想跟你聊聊天 我哪里了公公跟你聊天啊 先坐上来嘛 哎呀 我跟你说吧 你故意在这个车轮 挺有弹性的挺好聊的 我们一起坐在这里聊一下聊好不好 我没有空啊 跟你聊天 我可以要拉一单扣了 哎呀大哥 赚钱就为了享受了是不是 要不要你赚钱为了什么啊 我要养家无口啊 哎呀 大哥你听我说吧 如果你把我聊得开心了 等一下我再把 再给300块钱给你啊 哎呀怎么聊开心啦 我又不会聊是不是 你怎么就不会聊了真的是啊 我叫你坐好你就坐好 哎呀 你说我不会了你怎么回事嘛 赶紧脚了 哎呀你不会我教你啊 好不好 哎呀我都不会了啦 这要怎么用啊 大哥我老实跟你说吧 我那个男朋友啊跟我分手了 我几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 现在我急需像你这样有味道的哥哥来帮我安慰一下我 哎呀我怎么有味道了是吧 身上有那个汉酸味的吧 什么汉酸味那是男人的味道 走嘛我们就说说聊一下先好不好 不行啊没时间啊 真的是你娶男朋友你要正将近景的叫那个媒婆介绍给你啊 哎呀我就喜欢你这块啊 哎呀人家都说了浓缩就是精华 哎呀那些媒婆介绍那种啊 太高了 哎呀我不喜欢 哎呀你想那想疯了吧 我没时间跟你跟你搅着先搅了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啊 我说了我愿意给报仇给你都不愿意 难道我很差吗 我要正将近景的要那种报仇啊 我不需要这种报仇啊 我聊天就那么便宜就拿到了钱了 还行行 钱有的话不连那我也不免钱有 就是嘛 不是 如果跟你在这里聊到时间我都可以拉两趟扣了 那你不敢笑都是请换钱 我看你啊想捡钱换了 说好了啊 到了啊 到了啊 这里就是你家了啊 不是我说你啊 怎么啦 你路上摇摇晃晃了 你什么技术啊 哎呀是你们做个山路带山了 那个 那个 泡带倒了 那农村都不都是这样吗 哎呀 那赶紧的改钱吧 赶紧改 我会全你那50块吗 这个是 那 找钱 大哥 大哥 怎么了 你出门怎么带这么多钱出来啊 你出门怎么带这么多钱出来啊 怎么出门带那么多钱 我刚刚大哥赚到了 刚刚 就赚这么多啊 是啊 这里有好几万了吧 这里有好几万了吧 哎呀 也没有多 一万多块钱 很多吗 真的是 就一下子能赚一万多啊 哎呀 那一天了啊 就这样了 哎呀 哎呀 不不不不 还不想那个事啊 你这个人怎么明环不灵的啊 你看我这个人 被你做手有余了吧 你怎么就看不上我啊 哎呀 我就看不上你了 怎么了 怎么啦 这样的事不要耽误我 我还要拉扣的啊 这人都不考虑一下吗 也有什么好考虑的 小啦 啊 啊 完了 怎么了 哈哈 哎呀 刚才我腰了 我扭到腰了 哎呀 扭到腰了也不关我的事啊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 你有一点折腰啊 刚才跟你说话 我就分神了 一不小心啊 就扭到了 哎呀 就你也不能怪我啊 是吧 是你不小心啊 怎么就你那么容易扭 扭到腰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干什么 啊 这个轮子啊 我是搬不了进去的 你帮我搬一下好不好 哎呦 我们没有那个服务的 我们拉过去的管理送了 你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看你就行行好吧 我家里面一个人都不在家 你叫我怎么搬进去啊 不然你帮我搬进去 等一下我给50块钱给你 50块 50块不行 要多少啊 四小爷要200啊 200啊 是啊 150行不行 哎呀 这个没有这样讲的啊 你帮我搬一下 谢谢你啊 哎收好了吗 嗯 又还差不多 哪里有免费的午餐啊 哪个的 嗯 我们也挣钱啊 养家无口啊 是吧 放哪里 放楼底下 好 这个大哥啊 真的是厉害啊 一天做到的钱 比我一年做到的还多 真的是 我要想个办法 让他留下来做我男朋友才行 但是当然 他也不愿意做我男朋友啊 怎么办呢 我要想个办法把他留下来 以后啊 他的钱也是我的钱 我的钱还是我的钱 我这脑瓜果然聪明啊 怎么办 这个车啊 把他弄坏了 他要在 就在这里住了 说不定啊 马上就成为我男朋友了 大哥 好了没有啊 来了来了 哎 你拿放在那 老李考那里啊 嗯 快点了 别急嘛 我要赶走 再拉一趟过 我就回家煮饭 给我老父亲吃了 那那那一共是200 不用说了 这等一下一家 那走了 嗯 谢谢你啊 麻烦了啊 慢点啊 知道了 我们送了那么多年 摩的一了 哎呀 怎么了 干嘛了 抽 没有了 有油啊 我刚刚才加了 加满了 你干嘛踩不前啊 有一半了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大哥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看你一天收入那么多的人 你就不能快一点好样的车拉过吗 哎呀 我们拉习惯了 这个车好开啊 好开啊 好开啊 你看出问题的吧 那你们村这里有没有 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啊 附近啊 啊 你看我们家 方圆石里啊 都没有一户人家 哪有人会修车啊 哎呀 那怎么办啊 我们 镇上都是有 镇上啊 是啊 镇上还远不远啊 没有多远 就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啊 是啊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你们村里一个人不熟悉的吗 不熟悉啊 我也不会啊 要不然我都帮你修了 那是 那我拉回去 你拉回去啊 那不然怎么拉 我平时坐车啊 都要一两个小时 你走回去啊 起码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啊 是啊 你喜欢跟那个山猪睡吗 你很久里还有山猪啊 你看这里这么山啊 啊 说不定啊 那个山上还有柴狼虎抱呢 你不要杀我啊 真的 我像是骗人的人吗 那怎么办啊 哎呀大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就在我家住一晚 明天早上我中之人 来帮你修啊 明天中午 你就可以回去了 哎呀 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啊 你就听我的 要不然呢 一个一个人走一路啊 也不安全 刚才来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翻山越岭的 那个路上坑坑洼洼的 是啊 因为你给那个山猪睡 那你就去吧 我也不管你 本来也不管我的事 听我的没错的 在这里住一晚吧 如果你实在害怕的话 晚上 你可以把那个门反锁了 我们我家房间多得很 你喜欢住哪个就住哪个 这样子啊 是啊 就你一个人在家 哎呀我都说了 一个人住也是住 两个人住也是住 那进去选一个房间嘛 那只能这样子的啊 啊 等一下我煮饭给你吃 那多谢你啊 没关系的 慢点啊 那明天你记得教员 过来帮修好啊 知道了 那我先进去选一下房间 我先去选一下房间 太热了 这里面开好风凉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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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鬼话你都能相信吗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不想当我男朋友也不行了 我就要你当我男朋友 我的老瓜子啊 果然聪明 我刚才啊跟你说 哎呀那个房门可以在里面反锁 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就算你在里面反锁 我还有钥匙开 今天你是跑不掉了 你就等着成为我男朋友吧 哎呀大叔 我酒放给你吃了啊